哈喽,大家好,最近有客人来咨询我说,如果自己在日本拿的是三个月的载留卡,可不可以直接找工作,我当时非常的好奇,因为一般情况下,三个月的载留是不会发载留卡的,那么他手上拿的是什么样的载留卡呢? 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是不是被骗了,手上拿的是不是假的载留卡,所以我就问他要一下那个载留卡的照片,没想到他跟我说,其实现在还没有拿到,只是中介告诉他将来可以拿到,那我就问他中介给他申请的是什么样的签证,他说是创业签证,又给我看了中介给他发的其他的客人护照上面的贴的那个纸,我一看,这不就是商务访问签证吗? 三个月的那种短期的签证,跟咱们以往所说的经营管理签证,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所说的创业签证,根本就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我就感觉很多的中介会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来混淆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国内的,对日本这边的签证种类一点都不了解的,更容易就是中介说什么就听什么, 商务访问签证呢,其实一点都不值钱,如果自己有这方面的关系的话,完全可以自己申请 如果没有这方面关系,而要通过中介来帮忙申请的话呢,中介很多时候呢会做一些假的材料 这样的话,对于以后想要在日本长期生活,或者长期居留的话呢,会埋下一些隐患,在入国管理局呢,有可能留下不良的记录,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是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话,的确是非常的值钱了,这个签证呢,可以带家属,也可以以后呢,在日本长期的居留,然后满足条件呢,可以申请日记和永住 当然了,现在申请日记永住的这个条件呢,是比较严格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我就跟这个客人把这些情况呢,都说了一遍 我又问他这个签证花了多少钱 他告诉我的金额,我用现在的汇率来算了一下的话,大概是45万日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仅仅就是申请这个签证的话,那真的是太不值了 但是他又告诉我说,其实等签证下来之后呢,在日本中介还会给他去找事务所,以及帮他去设立公司 如果是在不加钱的情况下,我是觉得中介可能要亏本,成本都不够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怀疑的是 他跟我说,中介告诉他,等来到日本之后呢,可以写一个委托书 然后公司的经营呢,全部委托给中介去管理 这又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了 如果说你想要长期留在日本 那三个月的短期签证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肯定是要朝着经营管理签证去发展 按照中介的那个思路的话,设立公司啊,然后住事务所之类的 但是如果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话 那是需要本人去经营和管理的 你把经营和管理的这个工作交给了中介 那就不存在这个你留在日本的一个意义了 如果管理局在审核经营管理签证的时候 审核的一个点就是看你自己进不经营 审核你自己能不能经营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或者是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你刚开始就把这个经营的 经营和管理的这个事交给别人去干 那如果管理局为什么要给你这个签证呢 所以呢,从头到尾说下来 我都是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的可靠 当然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客人那里 他自己跟中介去做沟通 自己去做了解 那么中介跟他说的这些事情呢 我只能说按照我的一些经验 工作方面的经验呢 觉得是不是那么的靠谱的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说 真的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案 这个呢,值得大家自己去做分辨 只是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呢 说出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拜拜